大家好,歡迎參加古物古籍辦事處的公眾講座。 今天的講題是《翻書與黃龍談清沒的黃隱書院華人精英》。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黃鎮威博士說我們擔任講者。 黃鎮威博士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者, 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顯刻有名的華人精英有深入的研究。 他的著作包括《革命與我》、《富丙常傳》、 《從香港大學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 《翻書與黃龍》、《香港黃隱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等等。 我們今天的講座持有問答環節, 稍後大家可以在問答環節時舉手發問, 而在Zoom參加這個講座的觀眾 也可以透過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問題。 現在我就將時間交給今天的講者黃鎮威博士。 多謝各位今天的來臨, 也多謝探知館和Alex的邀請, 今天就講這個題目叫做《翻書與黃龍》, 談清末的黃隱書院華人精英。 這張照片是黃隱書院第二代的校舍。 因為黃隱書院的名字, 稍後會講一下由來有幾個不同的變遷。 這就是第二代在荷里活道, 巴丁街交界的校舍。 即是現在PMQ原創方, 大家看到台基底下, 大家應該都去過這裏。 今天演講的重點有幾部份。 第一就是一個簡單的引言, 接著就是黃隱書院的舊生和近代中國的關係。 另外我會特意列舉一些清末黃隱書院的華人精英的例子。 很多, 但可能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 因為很多很多。 最後有一個結論, 大家可以聽一聽,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以後的內容。 首先, 為何會選黃隱書院做研究? 其實這篇黃隱書院的題目, 其實我不是黃隱書院出身, 很多人都誤解了我是讀黃隱書院, 其實我不是黃隱書院, 只不過我為何會研究黃隱書院呢? 因為我以前讀劍橋, 讀 Master 的時候, 我老師是一個荷蘭人, 叫做方德曼教授, 他當時研究海關, 裡面跟我們講過, 裡面的學生, 很多Queens College的人, 是做晚清大清海關, 民國海關, 很多要員都是來自Queens College, 我就跟他說, Queens College是一間香港的中學, 他問我, 你去過沒有? 我說, 其實都是一間位置很方便的學校, 就是在維園對面, 令到我這個問題, 開始研究, 我在腦海中, 不斷地很深, 直至2013、2014, 開始想讀博士, 北來港大讀, 我朋友是韓威教授, 介紹了何固蘭博士, 給我認識, 何固蘭博士是黃隱的一個, 結出的畢業生, 他提起, 研究黃隱, 其實都是很多東西可以研究, 同時來說, 有方丹環教授法學, 何固蘭博士的鼓勵, 開始研究黃隱的舊生, 我自己很喜歡研究晚清, 所以就, 晚清文國歷史, 所以將這個題目, 就變成黃隱書院, 華人精英的研究, 這題目的重點, 就是1912年之前, 清末和1912年之前, 黃隱書院的舊生, 來做考察對象, 主要講一下, 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裡的貢獻, 也講一講, 我們再拉闊一點來看, 究竟在香港受教的, 新式的知識分子, 在中國近代化, 有什麼貢獻? 這個貢獻是多於多方面的, 我們首先, 簡單講一講, 一些黃隱的孫子, 一些歷史, 最初呢, 其實黃隱的孫子, 我們現在叫做Queens, 以前叫做, 最初期1862年的時候, 叫做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很多人也叫做中央書院, 當時, 這間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起先不是一個, 其實也有一些根基, 當時, 在香港有一些很小的學舍, 學屬, 將它組織一間, 變成了第一所官校,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讀這間官校? 因為以前晚清的人, 其實對宗教, 對洋教的抗拒是比較大的, 所以子女寧願學英文, 但是不想信教, 所以黃隱的書院, 最初, 這間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吸引了很多來自華南, 香港, 很多鄰近地方的人來讀書, 主要沒有宗教背景, 當時一般, 我們看檔案都叫做中央書院, 但是, 如果真的學生說, 就叫自己讀大書院, 譬如, 溫宗堯, 稍後我給大家看一本書, 溫宗堯, 他寫過一本, 英國史記, 英國史略, 他裏面說自己, 我這本書, 聚於香港大書院, 即他自己在概念裏面, 都不會說自己讀, 即他不會說自己是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他只會自己讀大書院, 甚至乎有些人, 北上做了海關, 他自己申報自己的履歷, 他都說我是香港大書院出身, 或者有時會說自己是皇家大書院, 有時會說皇家大書館, 他都在說我是Queen's的前身, 那就是歌庫街, 當時第一代的學生, 其實最難研究的是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最難研究頭幾十年, 誰讀過呢? 其實是很難去找的, 因為很多人為何難呢? 他讀書的時候可能叫做, 假設, 現在我們理解, 知道Gartelman Central School的第一個學生, 天賤第一學生叫王帥, 不知道是黃帥還是黃帥, 他是在大會堂的圖書館做的, 我們知道是第一號, 但是究竟之前有沒有, 因為他有幾間學校, 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幾間學校加在一起的, 叫做, 統合在學校, 所以究竟誰是第一個學生呢? 其實大家都存疑, 即是大家, 我們根據黃隱娜, 師徒胡君麗和丈夫寫的書, 第一號就是黃帥, 不知道是黃帥, 不知道是黃帥,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在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名字, 到時候他在北上做事, 改另一個名字, 例如劉駐伯, 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大家讀印代史, 他讀黃隱娜的時候, 讀自己的名字叫劉秀, 因為他爸爸很短的名字, 所以他叫自己做劉秀, 他的秀字是一半沒有金字的秀字, 劉駐伯, 例如逢水, 有一個人叫, 因為黃隱娜很多學生, 叫水, 叫水, 可能我理解很多早期, Glattelman Central School, Victoria, 甚至Queens的時候, 很多學生都是水上人, 叫逢水, 讀書的時候, 但後來改了名字叫逢水場, 開了一家銀號, 所以, 朴索迷離, 黃隱早期的學生, 身世, 校子第一代, Glattelman Central School, 就是在哥夫街, 哥夫街, 1889年, 遷孝到荷里活道, 和巴殿街的交界, 稍後譯名, 大概89至90年左右, 叫做Victoria College, 維多利亞書院一直做, 1894年, 就叫做Queens College, 為何叫做Queens? 有兩個說法, 一是維多利亞, 另一個說法就是, 第二代的校長, Batson Wright, 黎碧神, 就是牛津的Queens College, 所以, 他對Queens College, 還有一個情意結, 叫做黃隱孫, 就是Queens College, 我覺得, 第一個說法是適合的, 所以, 我這個演講裡, 其實, 我不分為Glattelman Central School, 和Victoria, 簡單來說, 我只是說黃隱孫, 因為維免打壓混亂, 就當1912年, 之前的黃隱孫的學生, 這個就是法偉, 究竟, 黃隱孫的重要性在哪裏? 例如陳蓮伯, 陳蓮伯, 陳蓮伯是早期的, 孫中山有一個很主要的反對者, 他來自一個大絲綢的家庭, 如果你看海關的一些紀錄, 早期的紀錄, 有些黃隱的學生, 居住西關, 西關等於廣州那些很富庶, 廣東那些很富人, 即是等於香港九龍房半山, 有些很多時候, 黃隱的學生來香港讀書的形態就是, 可能他在香港坐著一個親戚, 又或者可能他本身是屋的, 很多要研究黃隱學生的家境的情況, 有時就不是靠官方的文書, 要靠一些黃隱, 或者Queens College, 總之Victorias, Gouvernment Central School的, 學生的一些回憶錄, 或者家族後人提供的資料, 才會知道, 原來黃隱孫, 早期的學生環境很不錯, 主要學生是本地的華人, 本地的華人, 也有澳門人, 但是廣東地區的人很多, 主要來自哪裡呢? 南寬信, 香山, 台山, 四一那些, 但是歐洲人, 有英國人, 例如有一個黃隱, 叫做Hazel Land, Hazel Land, 是一個很高級的官員, 有印度人, 有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小田切萬壽之助, 安港半一郎, 安港半一郎就是滿鐵的總裁, 但是很高級的領導, 有些黃隱的照片, 看到很多日本人的樣子, 那些很明顯知道, 他沒有條鞭, 因為黃隱早期學生的照片很罕有, 有可能只剩下黎迪森那本相簿, 相簿裏面有些照片, 如果大家有去過黃隱校使館, 有一張照片是佛河的, 你見到有些一定是中國的, 但有些人看他的樣子就知道, 他的樣子很明顯就是日本人, 有中東人, 其實不止中東人, 是歐亞俄羅斯人那些, 那些說不清的地方,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 歐亞運血兒, 研究黃隱第二個難處就是, 那些學生的名字, 中國人就會改英文名, 整個姓是變成英文的, 有些整個姓是中國的名字, 但他是歐亞運血兒, 譬如, 閃閃, 閃德芬, 一聽名字, 大家都覺得閃德芬是中國, 稍後就會說到, 很明顯就是歐亞運血兒, 那黃隱孫的假期, 亦都反映了多元的文化, 那黃隱孫的假期哪裏有呢? 就是一些日本書, 日本的教育年鑑, 在百多年前, 日本人搞的一些考察團, 有間叫做東華, 同盟書院, 或者很多研究機構, 有一本, 我剛才找到一本, 編了1915、16年, 黃隱孫的假期, 或者, 有時你看看, 最重要的是, 黃隱孫最重要的是, 黃隱孫最重要的是, 黃隱孫, 黃隱孫, 很有趣的, 裡面有些假期, 譬如說, 日本的天長節, 譬如, 日本的天皇, 生日, 黃隱孫會放假, 遲些太后生日, 黃隱孫會放假, 為什麼, 遲些太后生日放假, 可以理解, 但是, 為什麼英國, 日本天皇, 生日有放假, 半日假, 因為當時, 英日同盟, 英國和日本同盟, 1902年,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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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隱孫會放假, 早期的黃隱孫會放假, 很多人都是來自中國, 一路, 有什麼喜慶就請長假, 一去, 狗去不歸, 可能很久才回來香港, 所以, 早期的黃隱孫很特別, 但是, 黃隱孫的學生, 主要讀, 大家要明白, 黃隱孫的學生, 我題目叫, 番書與黃隱孫, 其實黃隱孫的學生, 中文很好, 因為黃隱孫的第二任校長, 因為想學生多些學英文 所以收生時中文也很好 黃銀的試卷很難 中逆英、英逆中 那些不是中學生 可能現在大學生也不太明白 例如墨書 如果大家可以上網看 政府有些官方的獻報 你看到黃銀書考試的題目 那些墨書的成績 很多人都很低分 最高分可能是 借贊泰墨書很高分 大家知道為何墨書這麼難 因為教英文的考官 讀書是很濃厚的愛爾蘭康 所以讀到學生 考墨書很低分 但借贊泰很高分 其他人都很低分 默書是最難的 很死亡之卷 但黃銀學生中文很好 但主要黃銀學生 進去就是讀英文 學生最多數是正碰中英文 這個無可否認 黃銀書最重要的資料 就是黃龍報 有很多資料 大家有待發掘 因為黃銀的黃龍報 其實大家在中英圖書館 和港大圖書館 都會有交片 但真的要慢慢有耐性 看 今次討論 黃銀書院 在晚清的時間 比較少人題的救生 孫雄山可能不太多 講一些大家鮮為人知 去到我們演講的第二部份 黃銀書院和中國近代的一些關係 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就是 近代中國要求富求強 現代化 洋務運動 晚清新政 很多關鍵詞 其實和黃銀書院的人 是連得上關係的 例如我們會講 很多黃銀的學生 早期的舊生 就是中國海關的職員 第二 原來中國的很多海軍 大家可能不會很詫異 原來很多海軍都來自黃銀 即是不單是黃銀 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Victoria 我想最多是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的時代 Victoria也不太多 因為去到維多利亞的時候 其實中國很多人 開始在外國留學 但是黃銀最重要的時間 是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那十幾十年 他們正在中國近代化中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席位 因為那群人 其實黃銀創立的時候 還未有留美幼童 留美幼童是一百七幾 其實那十幾年 其實是讀領風騷的 十幾二十年 不過大家可能 就發掘不到裡面 究竟哪些人 讀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們怎樣找到呢 可能大家真的要坐在那裡 靜靜地去看網上 用一些MMIS系統 去看舊報紙 逐年逐年 找一些大事來看 因為那裡 我們才會發現 哪些是來自中央書院 或者是要看一些 當時人家的 做官場 有時要 申報自己的履歷 比如你看中研院 看檔案 有時會看到一些很驚喜的東西 或者一些外國的檔案 你才可以找到那個人 原來是讀中央書院 另外很多黃隱的學生 是鐵路和油電的職員 譬如我已經說 這個尾段 會說到一個叫洪少豪 大家這個名字 就很陌生 但是他的女婿 大家一定以熟能長 就是董彪 還有中央書院 很多的誓意 現在也是一樣 香港很多重要的醫生 都是QC 隨時講霍泰輝 所以原國用 太多了 太多了 都講不到 我都 斷崇智 全部韓人 太多了 不用說了 雙人 其實這個 大家都知道 不過都要講一講 最重要的是 以前有人說 會說一句很特別的中文 你猜你是何東的孫 就是一句 何東的孫 何東的孫 是首富 何東是 他是大收租的 薩秋租老 他經常開店 叫做生技租務 就是開店 即是一間店 叫做生技 裡面職員 大部分都是 叫做 姓高 但大家不要以為 姓高 是唐人 很多何東下 用的人 名字就是中國人 高榮 難度也是中國人 他的姓叫 Growse 在一些照片裡 有個 如果 在港大 用麥克風 你會看到 上面寫著 FGrowse 即是姓高 那家人 他的高是來自 不是真的姓高 例如 我研究了 梁顯利 梁顯利 的名字 他的名字 不是真的 梁顯利 是一個 好像愛爾蘭姓 還是什麼姓 名字很有趣 看名字 沒有辦法明白 人的身份 所以 研究和因 有很多 有趣的故事 首先 談談海關 海關是什麼 以前 中國有傳統的海關 有舊的海關 但 我們現在說的 中國的海關 是洋關 為何有洋關 因為 上海小都會 要有海關 塔德之前 有個海關的監督 叫做 Horay Soley 李泰國 但被清朝 不滿意的服務 解僱了他 一路 就長時間 在一個 中國的海關 最高的位置 Robert Hart 即是 在尖沙咀 酒吧街 的Robert Hart 哈德 在哈德任內 用了很多 黃隱的人 不是特意用 但是 為何會 呢 即是 黃隱 中 很多 《合謀論報》 中 有很多 《校友一欄》 《校友一欄》 中 會說 哪個學生 去了哪裏 有時候 有時候 在那些 校友的通訊 你會看到 很多人 去了海關 做 做什麼呢 做 做 做 Kirk 但大家要明白 做 不低級 做Kirk 等於 現在 一間公司的經理 做海關 那些 早期晚清的黃隱的學生 做海關很詳情 一進去做了一輩子 18歲可以做了60歲 都是做那個位置 因為工資很高 很多早期的黃隱身 就是海關的中高級職員 中級 Kirk Assistant Kirk 都很高 你看到很多人 都說自己做文員 做文員很厲害 很高級 薪金很高 可能高於太古 高級職員 可能真的 差不多一九零幾年 一九一幾年 黃隱讀書 進去做海關 會做到很高級 我研究過 關係是 前後同學 同班同學 同級同學 陳先生剛剛說過 Stuart 因為我們其實講黃隱 我這個演講 其實都是講三個校長 任來的學生 第一個就是 Stuart 施安 是阿巴丁 第二個就是 Badson Wright 最重要就是 黎碧神 第三個是 TK Dually 敵利 就沒有那麼多 可能我們講的 講得最多是 黎碧神 大家去到黃隱 進去學校 就看到一塊白色的東西 那塊東西 就是 在灰盅裡拿出來 那塊 白色的石像 在Badson 的時間 很多學生 去了海關 但是 Stuart 也有 很多是兄弟 去做海關 名字差不多 成績最好的學生 都在那裡 大家可以看黃隱 的學生 成績 還可以找到一些 其實現在看那些 daily mail 你在網上報紙 會看到 有時候 你找到 Queens College Victoria 或者Garthelman Central School 你會看到一些 排名 叫做Presentation 早期的黃隱 學生 Garthelman Central School 和Victoria 的學生 都會看到 名列前茅的人 對海關的名錄 都會對到一些名字出來 主要是 因為 他們是聘用的制度 就是讀書好的 就介紹他們 去做 其實是對的 其實有理由是這樣 因為 剛才陳先生也說 第一個校長 是史安 是蘇格蘭 而 克德 是外爾蘭 那些都可能 大家有些共通的關係 大家 當然不知道是不是 成績很好 那些英文和中文很厲害 一做 這些黃隱 的舊生 做了一輩子 那份工作 真是一輩子 最後還有一些 去到最高的管理層 就是去到 Commissioner 那些很高級的位置 但是早期如果是史安 或者是黎碧神 時代 這些都是做中高級的 那些什麼人呢 有一個 大家可以在黃隆布 早期有一張照片 很具代表性 有一張照片 有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銀杯 銀杯的名字 上面刻了很多名字 他們稱為史安 是一個 他們稱為史安夫子 因為中國人 不會叫老師夫子 上面有很多名字 在這裏 那些名字 你對海關的名錄 其實也有些資料 有一個人叫陸廣松 陸廣松 當了海關 1866年 他的足跡 去到打狗 去到高雄 1895年離開的時間 是頭等工事 即是頭等客 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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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安的杯上有名字 1873年入中大青海關 18年 你看看一個年資多久 27加18 做了45年 當陳俊 當他離開 因為早期讀中央書院的學生 年紀比較大 即不是說現在 可能12歲入中學 不是可能20歲才入中學 可能當他離開學校讀了兩年 即是他已經155幾年的人 即是他最少六十多歲 因為海關有仔細的出入紀錄 仔細的紀錄 是一個人的侯奉書 侯奉書在這些學校成績很厲害 讀了很多年 在中文書院 1885年進入大青海關 因為以前叫做 Merta Custom Service of Qing Empire 大青帝國 大青海關 1913年已經過了民國 即是他已經做了28年 另外在黃隱早期的名字 是大師兄弟 大天培 大天習大天才 大天培是秀才 很厲害 黎碧晨在年報中說過 這個學生很厲害 讀書 中英文很厲害 但他就留不住他 回去讀秀才 梁思南 梁思兒 梁思偉 全部都是澳門家族的人 來自澳門的 楊明珊和霍啟謙都很高級 楊明珊和霍啟謙都很高級 楊明珊和霍啟謙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讀過北京的稅務學堂 誰開的呢 又是黃隱 又是黃隱的人 唐少爺 有份開的 有份開的 那 誰讀過這家學校呢 很多 甚至是他們的同學 甚至是徐堂史的權威 他們當初讀書的時候 因為這些是黃隱 讀得很好的人 就佔他上去讀北京稅務學堂 讀稅務學堂的人 之前的梁思南 雷明珊和霍啟謙都沒有讀過 楊明珊和霍啟謙都讀過 他們就成為一籌 讀了諸門學校 第一 清雲直上 霍啟謙到總稅務公署任稅務司 差不多頂級了 另外 第二個方面 就是中國海軍 中國海軍 很明顯是和晚清的自強運動的關係 當然是自強運動 自強運動最主要是船艷炮 但是 為什麼香港學生可以去到福建的讀書呢 因為當時福建的人 就是晚清自強運動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要找一些外國人幫忙 教學生 買一些設備 然後就來到香港買 順便來到香港 就密識了學生 他說密識了誰呢 密識了呂漢 呂漢 呂漢很早死 你看到每個都1884年 大家可能敏感的 就會覺得1884年 就是中法馬剛海戰 怎麼死呢 可能是馬剛海戰 在那裡打死 浸死 不知如何 葉庫呢 稍後會說 不是海戰而死 謝潤德 比較特別 謝潤德讀書很厲害 你看黃隱早期的成績表 這個風頭等 每個榜都有去份 黃隱讀書很厲害 一句學生 學校送什麼獎品 送一個橡牙筆盒 或者銀的筆盒 現橡牙筆盒 就不是很貴 很普遍 這個橡牙筆盒 學校讀書很厲害 讀英文班第六班 很多早期黃隱學生 大家不要期待去讀完 其實很多都沒有畢業 例如歷史書 這個黃隱畢業 這是後期觀念 很多孫中山都沒有畢業 很多讀完 他要讀完後 他就不會讀完 因為通常 最高是第一班 第六班 就不太高 可能是小朋友 當時 1874年 河東 跟他同一班 或者同一級 因為看不到哪一班 河東考第二 河東長命八歲 謝潤德英年早世 在中法馬剛海戰 戰死沙昌 是非雲艦做大副 做海軍的大副 很高級 另外第三個部分 就是鐵路和油電的職員 為什麼鐵路和油電這麼重要 大家如果有存油票 清朝油票是大龍油票 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海關提出 因為海關是英國的人操控的 所以促使清政府出油票 出大龍油票 很貴的 雄萬壽 那些油票 價值而成 所以英國有時 有些人 發掘 有些人 發掘 有些人 就是海關的後人 整版油票 放在角立 陳生日之 可能英國的房子很大 英國那些 四十六天 就拿東西出來賣 裡面 就清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來自海關的家族 現代化的鐵路 很重要 大家要說 以前我們說 梁氏 五路財神 有廣九鐵路 大家最密切的關係 有油證 大家有掃油票 看到很多印有牛莊 登舟 那些全部是大埠 電報 很多黃人的舊生在電報製造 有些舊生 跡新了交通系 交通系是一個政治的派系 什麼交通系呢 有舊交通系 有新交通系 我們現在說 應該是舊的交通系 有梁氏儀那些 梁氏儀和唐少儀很熟 很熟 梁氏儀呢 但是我們 理解唐少儀 應該就是 中央早期的學生 有哪些跟交通系有關的 黃讚熙 黃讚熙 黃讚熙不是香港人 是福建人 叫做黃許昌 如果你當時學生 如果你見黃欣的 一些早期的校舍 叫做T.C.Huang 他的名字 不知如何證明 總之不是香港人 黃讚熙是北洋鐵路的大職員 李福全是廣東人 是河東的很老友的人 黃欣校友會 1923年的時候 河東推薦李福全 加入黃欣救生會 是年紀應該跟河東差不多 他是招商局的大賣板 是大職員 很富有巨富 李福全是 在山東 即是晚年沒有在香港 晚年在山東 他很有錢 很多黃欣的學生身材有道 為什麼黃欣救生會這麼富強呢 因為由晚清開始 由民國的時間 那晚的黃欣救生會 是在民國的時間誕生的 但是他二多 主要是最早的源頭 就是1920年左右 當時因為溫宗堯 陳錦濤 那些人在廣州 發起了搞個舊生會 那麼 溫宗堯後來會說 那些人很富有 陳錦濤是差一點的環境 溫宗堯和唐少爺 唐少爺是巨婦 唐少爺老爸賣茶葉 在上海 唐家在唐家灣 唐少爺是巨婦之後 很有錢 唐少爺就是 唐少爺一個唱大戲 是誰的老婆 好像是 知覺仙的太太 唐少爺的親人 唐少爺是唐少爺的親人 唐少爺是很有錢的 周秀審很有錢的 肯定環境不錯 肯定環境不錯 那些人多數 很多和人的學生 去讀 路闊學堂 唐山路闊學堂 去唐山 讀油電學校 讀一些工業學校 因為當時不用錢 清清府搞新政 你肯讀的就支持你了 你包了獎學金 全部去讀了 西醫也是王隱到現在的傳統 你講得出 香港最有名的醫生 都跟王隱有關 盧寵茂 唐袁國勇 高坤文 霍太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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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青 梁智雄 對 曼青 已經是這樣 曼青 那些人去讀西醫 沒有悶 要不去廣州博製 讀大不正應 但是 北洋的時間 李鴻章 就信西醫 雍童和也信西醫 人們說他用電的夾 夾位 就好些 沒有痛 那些人 香港是一家 華人西孫 即是港大醫科的前身 這間學校出過很多名人 孫雄山 尋文街 還有北方 有間北洋醫學堂 第一屆的學生 幾多都是中央學院的學生 屈永秋 很多 黃銀的學生 在這兩個醫校 求學 很喜歡讀書 黃銀的學生 最厲害的就是讀書 尋文街很簡單 尋文街就是孫雄山的朋友 尋文街 那些子女 很多都是黃銀的 是教育家 何高俊 就是何啟的兒子 何啟哥的兒子 就是在灣仔生活的主要 是孫雄山的智友 袁世凱的私人醫生 叫黃銀造 是QC 是怎樣的呢 因為袁世凱身體不太好 這個黃銀造 是北洋醫學堂的學生 很早就認識袁世凱 袁世凱開藥房 有個門鱗一拉 他便做錯 隨傳隨到 這是學生人 是早期的晚清 我覺得他可能是維多利亞的學生 那裏有一本書 叫鼠液 這本書的名字 叫鼠液 鼠字不是寫錯的 這本書是八五六年 八一年前左右 寫的時間 就是當時 1910年 在北方 在哈爾濱里面有 薄哥尼泊鼠液 這個人有份撲滅鼠液 這本書是很難找的 在琴書攤上 不知為何便找到 不貴 但很難找的 這本書反映了什麼呢 反映了黃銀的生活圈 是黃銀的同學寫 裏面講的老師就是 尹文介 尹文介就是北洋醫學堂教他 所以這本書是很珍貴的 這本書是八一五年左右 這本書是八一五年左右 這本書是破壞了 和隱有很多的買版 大家很容易理解 有很多大商人 譬如有Stanley Hall 有博先生 很多 但以前晚清時 有更多 香港有巨商 他相對是來自黃銀 有很多買版 買版就是金必多 買版就是中間人 我們做生意 譬如我不懂英文 你不懂中間人 有些中間人 很多黃銀的舊身 也有少商人 在哪裏找到的 至於大家的網絡 看看舊報紙 裏面講的很多名人 大家研究黃銀的地方 可以多看一些符文 這些符文 你看到華其日報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很多符文 你見到那些符文 死的人 再找到名字 其實你都猜到那些是黃銀的 例如顧超文 顧超文 顧超文比較厚 唐斌藍 黃銀的 比較厚 那些 河東必然是中央書院 美談 也不需要再說 黃平信是什麼 P&O P&O是很大的公司 鐵行 在英國倫敦 有鐵行總部 以前讀書附近 鐵行的華經理 為何有華經理 華人最大一個 華人最大一個 有一個 軍益 聯益倉的 華人最大一個 都是黃銀的 軍益 即是軍益大廈 聯益倉 軍益倉 黃炳耀 黃炳耀 你看我的名字很有趣 Benjamin Wong Tape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叫做 Wong Tape 不知道 黃炳耀的身世很傳奇 他自小 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中國生活 自小是在紐西蘭生活 長大 英文非常好 黎碧晨 在校部說 黎碧晨說 Wong Tape Good bye 英文非常好 了不起 英文 是個鬼仔 怎麼會英文不好 第一 語言就是英文 他和謝山泰 兩個英文 都是了不起 尤其是謝山泰 我沒有說 因為大家都很熟 黃炳耀 是專門做保險 現在有賣廣告 那間 謝安琦 做賣廣告的 什麼 永明 永明就是 他是做管理 高級管理 黃炳耀很傳奇 如果研究黃炳耀 就不可以在香港研究了 那些檔案都在紐西蘭 據說黃炳耀有一本 寫了很多首批的黃人的校史 因為黃人的校史 他看到第一本 1962年第一本 他拿著一本 他每天在床頭 買到臨睡 看了很多東西 那本可能在紐西蘭 就是司徒莊和司徒胡君麗 那本書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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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在世上 就肯定可以解答到 很多黃人早期的問題 那羅一和就不需要說 很特別 只不過寫出來 就是 玉和 玉和是做唱片 和聲唱片公司 玉和行 1949年 就死了 那羅一和就 那羅一和就 大家也以術能詳 那接著就說一些 黃人的個別人士 那黃人 我們為什麼要 用這些黃人的校友出來呢 其實很多人可以寫 很多人非常多 但是有代表性 代表到黃人的一些重要的貢獻 另一方面要找一堆人出來說 譬如第一個叫葉富 葉富是什麼人呢 葉富是正統的記載 葉富是新安人 即是新安縣寺 即是香港 叫孟梅 在黃麗沖村 即是馬場旁 即是黃麗沖 他去歌富街讀書 這個一定是歌富街的學生 但是黃人沒有人說過這個人 因為可能他很小已經北上了 因為黃人的發展形態 很多學生就不是本地就業 你打開黃龍報 黃龍報很自豪那一句 我們的報紙 上至英國 下至美國 再去到西藏 再去到嘉義各答 都會有黃人的學生在這裏 這個跟晚清的中國的經濟型態有關係 因為晚清的華僑 全世界都有 很多黃人的舊生會去金山做文員 做寶記 或者有些去做外交官 或者參贊 做一些翻譯生 所以全世界都會有黃人生的足跡 這個葉富很小就北上了 就算在史安的碑裡也沒有葉富的名字 不是一樣的人 為什麼我們知道他會是QC 即是中央宣 我朋友馬雅玟教授 給了一份展報 他是葉富的說 他說葉富 他說葉富 他年輕的時候在中央宣讀書 他那些報紙寫得很含糊 中央宣讀書 讀英文 當然不只讀英文 因為早期黃人很難讀 早期很早期的黃人可能容易些 到了一八六幾七幾年的黃人開始難了 到八幾九幾 一八那些就讀沙士比亞 要讀幾何 他要讀三個 要讀沙士比亞丁文 所以葉富就應該到了那個階段 他讀書 很深的 葉富究竟在黃人早期的生活 沒有人知道 只是知道他去了福州璇政學堂讀書 如果你找到福州璇政學堂的書 找到一些名單 你找到很多名字 你找到很多名字 那些名字全部黃人的學生有一個形態 你在這個史安的碑裏面 看到那些名字六個名字連著 原來那六個同學 都是在福州璇政學堂讀書 不過就不只讀前班還是後班 他們全部都是一個族群的觀念 大家知道黃人的同學的精神很強 大家師兄弟 全部都是兄弟班 讀去福州璇政學堂 不會只有一個人讀的 肯定是很多 不過我們找不到資料 譬如陳少倫 譬如陳少倫 也有很多 都是一群同學不想讀書 正常的 一個人不可以來鄉別 讀書一定是靠兄弟同學支持他 葉父讀了福州璇政學堂成了海軍 怎麼死的呢 去沼匪 浙江有很多海盜 葉父年輕 當時三十多歲 他去沼匪 自己信心過渡 誰知道被海盜伏擊 中了槍 海盜有很多洋槍 後來還被人斬了頭 這個真的很傳奇 因為葉父網上有一張照片 但那張照片是否有距離 我也不敢引用 我覺得這些傳移的東西 我就不用了 但葉父這個人真的有 譬如你看新報 一份上海報紙 有葉父的記載 譬如你看一些舊報紙 葉夢媒會看到他死狀可報 會說很多這些事情 因為他真的很早小 英年即是他在說幾歲 在說三十多歲就過世了 三十三歲就死了 三十三歲就很年輕 剛剛事業起報 第二個 黃人最難研究的名字 真的會有些誤導 譬如有時 閃得分 如果我蓋著不看 Steven Hall 大家必然會覺得 一定會當作中國人 他的閃是來自Steven 照片是有的 有一本書很出名 十九世紀 不知道什麼印象 有的照片 80%都是黃人仔 有河東穿西裝 河東很少穿西裝的照片 河東大概36歲就退休 1862年出生 河東就1898年不退休 他退休之後就不穿西裝 就穿長衫馬革 他覺得個人認同我是中國人 他一定是長衫馬革 河東富隔一方 他支持康有為搞衛生 所以康有為留下的絲 碼海青天夜夜深 那些很大幅的 紫微移動低聲沉 他寫了給他 閃得分 名字叫閃仙 這個很明顯 不是中國的觀念很強 會這樣說的名字 是閃仙 不知為何 他在香港都是富商 不過不是很富 富就是河東最富 河東 黃忍有一個雙興獎學金 雙興就是羅長少的老婆 很多獎學金 譬如胡錫棠 胡錫棠 胡錫棠就是胡錫棠的兒子 槍殺了胡錫棠 橫死在乾德德夫 被親戚槍殺 是太古的高級賣版 胡錫棠 還有胡錫棠 胡錫棠也是雙人 總之你看到很多黃忍的學生 都是家族的形態 包括太爺 譬如彭家 彭秀春 五代都是黃忍 彭慶基 黃忍的形態就是 很多早期的黃忍 有很多歐亞混血兒 Eurasians 有一本書 有很多題目可以插 Ein Martin 鄧津華 有很多歐亞混血兒 其實都是 中文版 會講得更多歷史 1873年 昇仙就是中央孫的教師 很多時候他不是想用教師去 因為學校沒有人 亦都很愛學生 愛才沒有人用 真的沒有人用 學生需求大 QC以前的學生 坐椅子不是五個 一排板椅子 因為黎壁臣想收多些學生 一塊板椅子 考試的時候 一塊板椅子 就拉回一塊板 又可以當課室 所以很缺教師 所以很多厲害的學生 一離開學校之後 不是馬上讀完書 馬上離開 而是留在學校裏 做老師 做那些 Puple Teacher 類似小老師 或者是那些 總之是幫忙教學書 他曾經做法律事務所書記 即是Curt Evans 即是Evans Evans 是一間很大的律師行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 廣大的地契 De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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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和和隱的人都有關係 可能也是 一路 閃德芬做法律 但他是不是真的律師 也未必是 可能是那些師爺 那些 閃德芬做過什麼法律 是龍濟江 就是龍子成 那個人 他的女兒後來在香港生活 但很早死了 在北角就興生 很多年前 龍濟江的法律顧問 這些 沒有什麼名銜 即是沒有工作 只是名字 華商會所主席 已經看到一個形態 就是早期的黃隱的學生 很喜歡服務社會 你看到很多時候 法律顧問 華商會所 其實都是為了 做好社會的領袖 為什麼我說 有時候黃隱的學生 很難研究 例如Steven Hall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洋人 但是何啟的家族 都是黃隱 都知道自己叫做Hall 但兩個沒有關係 是自己改的 所以對他們研究 起了很大的困難 第三個很特別 陸敬科 他們經常開玩笑 一個黃隱的學生 叫做Looking For Looking For 陸敬科是一個很傳奇的人 陸敬科是孫中山的老師 字是見秋 這些歷史 禮初 有人會叫他陸禮初 我有一本華英文化捷徑 但我捐了給他 廣東高明人 即是廣東人 陸敬科是外交官商人 但早期生活很刻苦 早期怎樣的 我這裡沒有寫 他以前在鄉下很窮 叔叔跟伯和循環日報有關係 叫他做印刷工人 做印刷 他在1874年尾 入中山書院讀書 這是很肯定的 因為有檔案 你打開獻報 1878年 那時候 廣東謙尼斯 和史蒂惠 不和 要他考完一日子 考完整個學校 哪個說英文的人 所以他名錄中有六敬科 大概是1861年出生 很肯定的 因為他當時有多少歲 1882年 就是英文班第一班 第二名 第一名名叫阿嵬站 聽名字就知道他不是中國人 第三名叫李美華道 也不是中國人 證明了很多 你要想想 陸經科是讀英文班 考到第二名 他英文幾了不起 不是中文班第一名 英文班 第二名叫陸經科 第三名叫李美渣士 這些名字一定是拼音 陸經科留下了教書 後來做公司經理 做沙廠 那些花沙 那些很重要的 後來做廣東省公署的英文書記 主任全部都是做一些 跟英文有關的 黃仁的學生最大的優勢就是懂英文 英文很重要的 以前當警察懂英文 人工高過不懂英文很多 晉升也非常好 所以黃仁這麼有優勢 學生的英文很厲害 為什麼英文特別好呢 他們教的老師真的不是中國人 學生你讀書的時候都是縮使做校長 後來才是華人 但是你幻想百多年前 那些學生全部都讀英文 那些老師全部都是牛樽劍橋的 就算你的學生英文怎麼讀都不會很差 一定不會去倫敦大學 一定不會去倫敦大學 也有 總之以前QC的老師一直做很多年 譬如有個洋人很早期 忘記叫什麼 總之做了很多年 後來QC在銅鑼灣開幕的時候 他也有來的 好像叫做古錄 還是叫做古錄校長 他做了很久 陸敬科就做廣東交涉處 翻譯處科長 教育局長 這些都是英文很厲害 普通 從廣東來說 你做英文主任很重要 因為 英國有很多交涉 都跟中國人做 一定在廣州 所以英文很厲害 陸敬科寫了一本書 叫做華英文化捷徑 這裡有說 陸敬科很厲害 做生意 胡錄仔真是不了不起 為什麼呢 做什麼呢 做健體院生意 什麼健體院呢 大家可能看廣告 知不知道有一種藥水 叫什麼非人藥水 不是法國人創造的 是中國人創造的 不過在法租界 當是外國人做的 很多生意 其實我們現在理解 什麼以羅寶魯汁 全部都是中國的 什麼弘興借菇菜 這個陸敬科就是健體院 其實就不是什麼健體 就是維他命院 很厲害 華英文化捷徑 有很多版本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 一些好的版本 後面有他說 陸敬科健體於 陸敬科強身院的廣告 這個人陸敬科 就做海原大白工的調停人 即是Seaman Strike 在1922年的Seaman Strike 河東跟大會堂去陸敬科見面 就是大家認識的 本身也是 但是師兄弟和人 那些師兄弟 一說 大家不需要說其他默契 都不需要說什麼 一說就說得通 是很少許孫中山和陳連白 那些很火爆的關係 大家多數都是 大家有很黏合力很強的 那些黃人師兄弟 一說就一切解決了 討論解決海原大罷工的安排 即是很粉底的所謂 大家年紀差不多 那陸敬科又賣香水 很厲害的化妝品 什麼都想得出來 那他年84歲 現在講一個很特別的人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寫書的人 這個人可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待會你完結看也行 沒所謂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不要緊 你看就可以 沒所謂 現在我帶了一本書 就是這個作者 就是溫宗堯 這個人 就是黃人的極例 怎樣極例呢 先做英國的 先做黃宣的教師 再做北洋大學堂的老師 然後就反清 然後就做清朝的官 然後又反清 晚年就做漢奸 這是一個極例 但是很重要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人 是鬼才 叫做溫宗堯 大家在傳閱那本書 就是溫宗堯寫的一本 英文的讀本 其實現在屬於教英文 很重要的 一個著名外教官 這個有張照片 就是溫宗堯 他是什麼人呢 他自己寫的 廣東新陵人 石頭龍香 就是在報紙找出來的 因為他後來的祖墳被人掘了 有些人說 他爸爸叫做溫景灰 是舉人 有些人說 溫宗堯的父親是來自 在家業的家業國 做生意 他溫家很有錢 溫清溪是他的親戚 他在1882年讀中央書院 他肯定是跟孫中山有個來往 不過不適合兩個人 他不適合他 兩位非常之不適合 這群中語英文很厲害 接受外媒訪問每一頁都是罵孫中山的 每一頁 留校任教 1895年出了一本書叫英國史略 英國這本書是給黃人學生讀書 讀英文讀歷史叫英國簡史 Brief history of England with notes, questions and maps 英國史略在全世界有一本孤本 在澳洲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是溫中瑤親密簽名的 是送給Besson Wright 不知為何流落在那間圖書館 這是善裝書 這本書很漂亮 你也有機會在二手市場找到英國史略 但你找不到一本簽名 這個人很懂得混亂世界 這本書是1895年4月多的時間簽給黎碧晨 即是說我一出就給了校長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不過就用在一些不太正統的路上 這個真是世界仔 公黃人孫讀歷史 據說他是讀劍橋 江北最容易理解溫中瑤的地方 就是溫中瑤後來做了漢奸 要審判 他自己讀 或者讀江北列治大學 即是劍橋 他讀理科 但記載沒有說 他是自己說的 他故意記錯還是怎樣 他以前是富人文社的人 富人文社的那個人叫溫德 不是他 富人文社的溫中瑤就是溫中瑤 做了北洋大學堂的教師 1900年6月唐財常在上海做自立軍 溫中瑤做上海外交代表 這個真是很明顯的反稱 他學生叫黎科 看報紙有說 Light科 在1894年左右的黃人學生排名叫黎科 黎科是在日本一間學校叫日華學堂讀書 最近有一本書出了講日華學堂的歷史 裡面真的記載了幾個黃人生 其中一個黎科 黎科是00年就死了 被張之洞斬了頭 因為自立軍有份 溫中瑤起事失敗之後 溫中瑤去了清政府 剛反完清之後又去清政府做工 做兩港洋務局局長 廣東電話局總辦 廣東橡辯學堂總辦 都是懂英文的 1904年任 這個 唐少儀的副官 有一張照片很傳奇的 就是他幾十年後 兩個拍張照片 唐少儀是坐在那裡的 溫中瑤是站在那裡的 即是背份 溫中瑤低一點 唐少儀高一點 唐少儀最後被什麼人斬頭 唐少儀很喜歡買股東 看看股東 人們突然逃窮避現 在一個不知哪裏 用阿虎頭斬了唐少儀的頭 斬開兩邊 1908年 溫中瑤有駐狀參贊大臣 當時他寫了很多信 回到黃龍部 他不知是否推薦了黃鳴 黃鳴 黃鳴 我叫黃 明白的名 黃鳴 就跟他一起去 因為溫中瑤的隨緣 都是黃隱仔 有三個 我忘記名字 在香港招募 總之是黃隱 一起去西藏 黃鳴和黃鳴的兒子 都是QC的 又去了西藏 低級一點 1911年 辛亥革命爆發 溫中瑤告別清政府 又再反清一下 任湖北軍政府外務次長 參與南北和爾交涉 因為 吳亭芳和他 是鄉里 所以就找了他 袁世海清帝 溫中瑤反對 即是他反緣 在兆慶的護國軍軍務院 做了一個委員 做了外交 一輩子都做了外交 溫中瑤和岑春瑤的關係很密切 但是岑春瑤很仇視孫中山 溫中瑤和孫中山的關係很惡劣 1920年 因為孫中山被逐 孫中山有幾年很失意 在上海生活 做了岑春瑤 他是岑春瑤的忠實追隨者 後來岑春瑤的兒子都跟了他一起投入 一起去了那個 我不知道是民國維新政府 還是汪精衛的國民政府 我不知道 他叫做岑德章 大家是有關係的 汪精衛曾經向李衛堂招手 誰推薦呢 大家都呼之勇出 誰推薦 陳錦濤 這次沒有說 陳錦濤 我想也是溫中瑤 誰推薦 大家肯定懂 因為法企黃隱 救生會 一定懂 但李衛堂最後 去了梅州教踢球 就忍性埋名 就不受汪精衛的招 不受了 就是不完全 走 李衛堂在香港一間瑞士的洋刊做書記 做一些類似文言 因為他除了踢球 以前是 大家知道李衛堂是亞洲球王 一定是 爸爸是打石的 李衛堂家裡很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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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會去 有可能就是 在民國維新的時間 有不少的人可能都是 溫中瑤叫汪精衛拉攏 當然不受拉攏 最後李衛堂回到維州 但一定是和溫中瑤有的關係 溫中瑤後來 適應後 不做政治後 就做百貨公司 和開殯儀館 和開電影 什麼生意都做運 都是和和隱仔做的 和和隱仔做的 和和隱仔都是有關係 所以和隱仔的關係網很密切 晚年就赴日了 1938年3月加入 日本人背後支持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 日立法院長 1940年3月 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 即是汪記國民政府 任中央政治委員和司法院長 溫中瑤 陳錦濤去不了 1939年已經病死了 陳錦濤已經 所以沒有輪到他一起去 一起再做 所以 溫中瑤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在那時候 但是 我本書裡面說是政治的變色龍 很多人提議 很多人 唐少儀和他都肯定很密切 因為中國人的座主門生觀念很重 唐少儀坐在那裡 很明顯是他覺得他是他的後輩 李慧棠沒有做 所以他離開 當然 我想是認識溫中瑤 但是是外國的 沒有跟他一起去做這些 戰敗之後 溫中瑤在武漢被捕 1946年被判無期徒刑 1947年病逝獄中80歲死 很長命 溫中瑤很喜歡喝白蘭地和做法斷錦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令他那麼長命 他有一張兒子在康宇讀書 做教育官 我忘記了名字 60年代在康宇讀書 寫陳獨秀的論文 莫禮志也是很特別 這是宗教教育官 很多和人的人很喜歡做官 一出來就做天文台文員 做教育官很厲害 先教英文 宗教教育 尚人 學者 三合會專家 最早做什麼生意呢 研發花露水 呼流離地花露水 Fair Lady 呼流離地 做什麼呢 賣外國糖果 因為早期的香港人很喜歡西洋的東西 又有一間學校叫做樂群 不知道是樂群還是咬群 總之有一間這樣的學校 教授英文 算學雙無數 算打字 即是整個黃隱的課程 他自己也這樣說 在廣告說 純粹黃隱課程 這個等於讀黃隱的課程 這個是賣點來的 所以黃隱的人很厲害 那些生意頭腦 真是屁股 那些生意頭腦 真是屁股 真是屁股 了不起 而且他是五秦節的創辦人 當時1907年 有個牧師叫家牧師 我不知道英文是甚麼 宣揚基督教 那莫禮志就翻譯了 就在香港創立五秦節會 那莫禮志創辦了一個中文 叫五秦節真相 支持基督教本地化 他相信中國人才可以傳教 他出的書叫做甚麼呢 新緝英文音韻巧並疲憐 Primar Primar即是初級讀本的譯本 和華英應酬絕要 即是計證書 YMCA榮譽秘書 犯罪學專家 專門研究鴻門三合會文獻 他幾歲死了 58歲死了 他二三年身體已經很差了 這個叫梁蘭芬 比較特別 梁蘭芬是一個 清政府第一個駐澳洲總領事 梁蘭芬是三水人 他可能和梁士有些關係 可能是鄉里 不知是甚至 梁蘭芬在香港大學創辦的時間 澳洲捐了錢回來香港大學創校 很多黃港大早期的學生 很多黃港大早期的勸捐簿裏面 很多名字 如果大家可以上網看 例如Subscription Hong Kong You 你看到一本簿裏 很多都是黃銀的人 有些很有名字 譬如梁蘭芬這些 很有名字 有些不知是甚麼人 譚子江 譚子江是古巴的領事 黃銀 中央書院的學生 譚子江是很有錢的 就捐了總理來做 在張任門的日記裡 有說譚子江的記載 外交官 梁蘭芬 做和音書院教師 天津大學堂教師 粵漢鐵路 秘書兩港教師 總之都是洋務的事 做粵海關監督 粵海關監督是一個很大的位置 你說那些關是甚麼 因為粵海關是中國最大的海關之一 中國有幾個大海關 粵海關和上海的江海關 和福建的敏海關都是大關 和天津的津海關 和音學生的形態散步在通商口岸 主要在通商口岸 會看到很多黃人的學生 譬如天津 很多黃人的足跡 譬如有個天津的大買版 叫蔡公寶 蔡公寶是太古的買版 也是黃人的 後來梁蘭芬在三水和澳門住 張元濟去過三水探過 去探望梁蘭芬 梁蘭芬怎麼死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黃龍報記載就是1925年過生 1925年過生 這個人就叫鄭天石 我認識他的親人 認識他的兒子 兒子剛好過生 差不多100歲了 鄭天石是國民政府最後的駐英大使 他是鄉山人 黃人很多鄉山的人讀書 鄉山南海 字叫雲晴 因為天石為甚麼呢 即是祝福 英文名叫忽庭 所以英文名叫忽庭 忽庭 忽庭就是Initial 他爸爸是太古 太古有幾個大賣板 鄭家 鄭家的人 鄭童年的鄭天石家境非常富裕 後來 爸爸染了鼠疫 死了 當然要生活有所改變 鄭天石很厲害的讀書 跳班 和隱早期的學生 很多時不停跳班 和啟兩年之後跳了三四次班 鄭天石也是跳班 天資聰明 1909至15年鄭天石在倫敦讀書 這間叫University College 倫敦大學有很多學院 有Queen Mary 有University College UCL 他讀大學院 拿到Queen Price 會恩獎 很厲害 他是倫敦大學博士 所以他寫了Initial LLD 後來回到香港做律師 1919年做大理院判事 為何他會這樣呢 他本身沒有打算做官 其中一個叫羅文幹 羅文幹 羅文幹 是早期的黃人學生 20年 就做常任司法考試常任委員 21年華盛頓會議的委員 做過東吳大學的法學教授 後來做官 他們都是因為羅文幹 羅文幹 羅文幹的名字很陌生 但大家一定認識 羅明佑 就是戲院的大亨 羅家是很富有的 羅家是以前做席的 在安南 大家不要看席 席是很大的生意 以前沒有冷氣 安南的席當然很厲害 鄭天錫和羅文幹 和王寵衛是三紅 在英國大家認識的 王寵也是那句 大家叫詩仔 大家的網絡是一輩子的 雖然大家不是同一時間的王寵 但是大家有這樣的關係 等於以前科學舉足的童年關係 很密切 所以令到他們經常都可以利用這些網絡 去創開事業 1903年鄭天錫很特別 就是護送大批文物去倫敦展覽會 馬麗皇后看了幾次 所以在鄭天錫的遺物裏面 有一張照片是馬麗皇后拍的照片 1936年鄭天錫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他是繼皇寵衛的位 皇寵衛也是皇忍的 先皇寵衛再皇寵衛天錫 所以皇忍這兩個都是兩大台處 能夠做到海牙國際法官 只有兩個皇忍 就是皇寵衛跟鄭天錫 1946年就當駐英大使 1950年開始卸任 他一直都在英國生活 就是住在Hempstead Hemp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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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富裕的地方 現在英國過世了 身體本身一向都很好 很長命 我有很多藏書 這裏是其中一本 這本是我收集回來的 叫做一本書 他寫字很漂亮 密水不捨 這本書是在英國買的 這本書也挺貴的 送給一個叫做Sample的人 Law Sample 是一個BGC 他寫字很漂亮 八十多歲都還寫得很好 他很長命 譚榮光很特別 反映到一個新舊時代交替的時間 一個人的喜好 譚榮光是甚麼人 東莞人 他寫了一本書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叫做《花甲回憶錄》 如果大家讀皇忍 更加應該去看 因為他有很多說 皇忍的生活紀錄 就是第幾班 哪一年讀第幾班 他如佛道都很通 他爸爸叫做譚禮泉 就叫做士超 1874年讀皇忍 中藥書院讀中文 東文版 但他爸爸很大 為甚麼譚榮光家裡不錯呢 因為譚榮光的爸爸 譚禮泉 大概一九零幾年中了大馬標 中了呂宋大馬標 中了兩千多元 兩千多元是天文數字 兩千多元 他說他爸爸做不知多少元一個月 他爸爸買個羅宋大彩票 中了二千多元 等於中了八萬 中了立財 他住在哪裏呢 他在佛丁榨街出生 他爸爸在佛丁榨街上班 做書記 1887年譚榮光在荷里活出生 他在皇忍山腳出生 他哥哥很短命 他哥哥中了一托雙胸菌 很短命 1898年讀皇忍英文很厲害 他跳班 去了傑政局做臨時書記 後來在郵局做 後來去了傑政局 又快去傑政局 曾經在廣東郵政局打工 大家看看廣東郵政局 號稱是廣東民政局 其實都是海關管理 都是外籍郵政司 自行求去 後來在九龍關 九龍關 九龍關都在香港 後來去了一間 Hesting 西士廷律師樓 陶榮光有個名字 叫做 時彈居士 所以這間公司叫做 時彈公司 即是 時彈中文 類似 不知為何叫做時彈 他很喜歡玩一些字的gap 店子在九如坊 即是李希臣被刺殺附近 當然沒有關係 即是一個位置 九如坊 銷售化妝品西藥 公司搬到榮樂街 又賣香水 王忍也是很喜歡賣香水 不知為何 那他做甚麼呢 他做甚麼呢 他做旁聽生 他爸爸 他在岳父子 很有錢 開了一間協德陽行 他做私利 然後 譚榮光 學神打 就去 去慰州人將佛安 學神打 讀洋書的人 學神打 然後二三年 去王大千詞學法 然後二七年 去磅研科學社 學修慘嚴厚 我不是很懂得讀 凡音藍唱 即是唱佛歌 後來去閃文斌律師樓 做通譯獎 後來從黎月真法師修煉密宗 真是 了不起 然後去閃秉希律師樓做通譯獎 然後發明打字機 中文打字機 拼音字打自己 真是厲害 然後 在日漸時代 做監獄 做成辦監獄所有得權登記 買賣契約 後來譚榮光 就出入口業務 就跟香港某大連鎖牌子的創辦人 賣那些奶類很大間公司一起做生意 他做了一個字盤 這個字盤就是譚榮光 這個字盤很多年前我在摩洛街買的 這個字盤我買的 大概8多元 就是譚榮光做出來的東西 譚榮光 他撿字盤都撿錯了 他撿錯了 那些電池詞可能很難 拼音 當時的店舖叫做及幼齋 是星街29號 他家裡 是灣仔 城印公司的右生 在渣菲道 這個字盤 最後一個比較特別就是洪少豪 洪少豪是一個報紙人 著名的報紙人外交官 著名馬平董彪的樂府 洪少豪 洪姓洪 在黃銀 離開黃銀後 北上求我 他做路透通訊員 京津探視部通訊員 他為何要進入京津探視部呢 因為 當時在天津 就是英國的 如果大家去到天津 有八大島 其中一條島街 是香港島 在北京的天津 做新聞 要有外國人頒布 有些人才可以開動 因為洪少豪在香港出生 所以他有英席 所以他才可以去京津探視部 做負責人 因為那些是租界裡面的一些要求 他做中國周報天津部的編輯掌 很厲害 洪少豪功夫很厲害 但是我們知道 一些記載說他做大總統秘書 他姐姐和何東很熟 可能是一些社交的 北方那些人靠他和何東聯繫 何東對政治很有興趣 在蔡愛石生日的時候 何東捐了一架飛機給蔡愛石 所以何東也搞過一個圓卓的政治會議 所以很多時候洪少豪透過他姐姐和姐夫 聯絡何東 當時報紙也有說 後來晚年 洪少豪就在華奇亞報做 他喜歡穿布鞋 這裏就是一個信封 又收集回來很多年 這個信封是幾元 我都不記得哪裡買 我都不記得 一封信傳給他 洪少豪先生 看到一個香港荷里活道華喬日報 台灣寄給他 只剩下一個信封 裡面沒有什麼 差不多到尾聲了 結論就是什麼 清末的黃隱孫舊身 在中國過程中 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很重要 基本上每一個層面 外交、英文、功課 什麼層面都有 很多黃隱孫舊身 去了北上教大學 不過我沒有說很多 很多時候 他們的貢獻 都意想不到 第二 黃隱孫舊身網絡非常龐大 緊密 成為了影響力的 近代化群體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這個學友非常有用 大家的聯繫關係 看到香港是一個 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儲才所 很重要 香港人在中國近代史的過程中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且我們研究黃隱 應該多些 用近代史的角度去理解黃隱 除了英文檔案 PEO FO CO 大家可以多看中文財語 尤其是黃隱的學生 有些自述 尤其是大家看看 報紙 有時說什麼黃隱 救生會的聚會 你就會看到很多名字 你在那些名字追 就會追到很多故事 例如我剛才說的生技租墓 生技租墓 那些全部負責人的名字都是中國名字 但是 看樣子就不是中國 可能就是 Eurasians 可能就是 他們很多時候 很喜歡拍合照 大家看看那些合照 就 更加黃隱的歷史 要視像化一些 真的要看樣子 才好 性 外國人不等於中國人 中國性不等於中國人 還有多些研發黃隱報裡的東西 黃隱報裡有很多驚喜的材料 有時可能只有一句 但是那一句就解決了 還有 我的經驗就是 多看一些華文 現在我們看很多網上報紙 譬如澳洲 NLA National Library Australia 數字化了很多華文報紙 你裡面找到 會找到一些很驚喜的東西 譬如研究梁蘭芬裡面 因為他是第一個中國 駐澳洲的總領事 很多記載 譬如說他在哪裏讀書 他的隨緣都是黃隱 溫祥 那些全部都是跟黃隱有關係的 外國有很多資料 譬如 Benjam Wong tape 黃炳耀那些 裡面有很多檔案 就是流落了海外 或者一些圖書館裡面 大家不知道在哪裏 裡面有很多值得發掘的地方 我主要根據 演講廊主要根據 翻書的黃隆 翻書的黃隆 就是博士論文的一些東西 裡面大家可以參加 那就多謝大家 分享到這裏 歡迎大家提問 好 多謝黃隆鎂博士精彩的演講 分享了很多閃為人知的故事 給我們認識 現在是一個問答環節 有興趣發明的現場觀眾 可以舉出發問 我們工作人員會提出咪 給大家 而網上的觀眾 也可以透過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 各位律師 我想問剛才你說的姓溫 他又反清 接著又去清政府做事 其實清政府有甚麼誘因 叫他來做事 其實是這樣的 清政府下面 用這些幕僚的制度 例如張仁俊 那時候 他覺得他需要用到那些人才 其實他就是不記以往 因為很多時候清政府 很多官員都是 就算剛才說龍濟江 以前是土匪來的 他再修編他 他們對這些事情看得很淡 他同樣的道理 用人 那一刻需要那些人 他就記往不救 或者他覺得他用得著他的英文 因為溫宗堯英文很厲害 因為他可能參與度不是很高 他可能是很聰明的 溫宗堯的人 我本書裡叫他做政治變色龍 他真的是一個很另類的人 所以我本書裡也說得很多 他尤其是去到後來 付了日後去說的那些說話 你以為那個不是他說的 你以為是 他的變化很大 可以理解 就是可能他在用他的方面 覺得他那一刻是有用的 所以他其他東西就算了 所以就是這樣 可能也是因為亂世 朝程正直用忍之際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觀眾有提問 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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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的耳朵會比較好 對… 對… 網上觀眾也會聽得到 我想問 你一開始說 第一段亡人的歷史 所謂大書院 特别是海军与羊毛运动当年相关 因为羊毛运动需要很多外语人才 刚才香港提供了这批羊材 当然上海或其他地方也未有系统的教育 例如传教士也有搞这些学校 但没有大书院搞得那么成功 因为当时环顾的都是传教士教的 力量不太多 但现在这家大书院的背景是 当时香港已经经济很好 当时香港有些大的有钱人 例如李星 例如多了很多比罗士那一辈的有钱人 可以资助到教育 但在玄岸基督教的人 只是猜会经费有限 只要是靠大觉醒运动的海外捐献 没有过黄仁系统的教学 因为黄仁是将英国当时的Kai School 整个都搬过来 但很多时候 陈先生说到这里可以再说一说 很多时候黄仁学生在大书院读完之后 很多时候再去英国读书 但不是读大学 例如像韦玉 去Stone Gate读书 多了过来大的大来学院 就是韦玉 韦玉 为什麽能读到呢 因为反映黄仁大书院的课程 和英国的课程没有涵接 所以令到黄仁学生这么抢手 所以等于在英国读完书 你去口岸做生意 那些人本身都是说 come see come so delisher 那类英文 但黄仁那些已经说了 真的可以与别人的交流 所以吃香就在这里 所以令到他刚刚说的 羊毛运动刚刚需要这班人 又没有那班刘美幼童 没有培育到 1871年才刘美幼童 刘美幼童也要 十年八年才能培育到一班人 但刘美幼童当中有很多是大书院的人 不少 譬如唐少儿梁敦燕 有些人说尖天游也是中央酸 但我还没有找到证据 譬如有些人里面 其实可能更加多是中央酸 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找到那些资料 因为黄仁四五年之后容易做 在基尼地道的时代 因为有个时代黄仁在基尼地道上学 那些是陆武平先生的一辈子 找到的 他们自己知道 但是四五年之前 谁读过呢 全都笑了 全都毁灭了 只能在黄浪布里 追求那些人 所以黄浪布 对大家找回自己的身份 回来很重要 你里面有你的名字 就给你一张东西 你是黄仁的 你找不到就没办法 因为黄浪布局限就是 最棒的学生在那里 或者运动最棒的学生在那里 但是中间或者不好的学生 看不到 或者学生很轰烈的东西 可能在外面也很轰烈 但在学校平凡到不得了 找不到名字 所以研究四五年之前 没有那些学生很难 没有了一个名字 你有的名字 一切都是问题 可以解决到 没有了一个名字 只能够 你憑黄浪布的东西 去追上去 所以研究很困难 我这本书写的时候 幸好有些东西是 是贫值的 拿一些联谱去对 如果你没有 你不用写 写不出来 那本书是零的了 我们也有一些网上观众的问题 首先第一位观众就问 当时入学的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是多少呢 有没有一些入学资格的要求 最小呢 最小呢 通常进入中央书院 几岁都有 为什么会知道呢 如果你去网上看那个MMIS 报纸 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尋人 尋人有个小朋友叫三华王 王灵 灵云灵 他说他不见了 走失了 可能不知怎样 他说他是大孙学生 八岁 最小八岁 再小一点都有 另外有些再大一点 二十五岁入王人都有 二十岁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 尾痰 不知是少痰 尾痰 尾痰 早期的王寅学生 很多时候都结婚了 有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天有个小孩 小孩来读大书院 就回不了学 原来为什么回不了学呢 让家长看书 原来他父亲被洋人老师看书 他见到爸爸一起 被洋人看书 便笑着爸爸便被爸爸打了 即是说父亲和儿子同一时间在王寅讀书 以前的人结婚十六七岁 这个故事讲得通 十六岁结婚 他就在六七七八岁在大学院一起读书 便见到爸爸被打了 所以最小可能是六七岁 因为王寅是这样计 有第八班计算上去 第一班是最高的 王寅学生很乱 我都解释不到 因为有很多临时的事情 突然搞一样 就第八班 就第九班 这些就不搞一样 但第一班一定是最高的 和解答的观众就是 七八岁可能最小 大的二十多岁 有些考不了科举 没有出路 就去读卧人 但后来也封顶 不让太大的人读卧人 太大也不适合 明白 明白明白 有一位观众说其他学校 他就问其他学校 八年书院 例如拔萃 聖保罗安英华 他们会否出现一些 近代中国的华人精英 拔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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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不少胡思寺 赵四 丰流朱五 高 赵 localized 趙一迪的父親是拔帥 叫做趙慶華 還有誰的問題 我關閉了 英華 英華我不好吃 聖寶羅 聖寶羅有很多 其實王寵衛也在聖寶羅讀過 有一個很出名的馬小航 馬小航好像是聖寺提反 有很多名人 但是因為王寵獨讀的過去 比這幾間教會學校多了很多倍 因為以前一開始說 中國人願意讓兒女去讀洋書 前提是不可以信洋教 所以教育和宗教分離的學校 最受中國人的喜歡 譬如陳年伯 家裏是華僑家庭 是父親和爺爺 全部做絲綢生意 當然有洋人的眼光 但不是很喜歡子弟上洋教 我英文沒問題 我英文當然沒問題 我英文是阿士超域 曾經批評的同學說 你們不要只是 讀書要是 錢的價值 你真的要讀書要有價值 因為很多時候 中央書院 Victoria的學生 沒有讀完課程就離開了 孫中山讀了184年到188年 有了兩年的孫中山 即是很少 我們現在看到別人說 誰誰早期的人在和隱畢業 就不相信 其實就算那個後人 沒有人知覺有沒有畢業 除非真是說 譬如好像很完整 你看到成績表那裡寫著 他讀到第一班 你可以假設他是畢業 很多人讀到第二班 就已經倒閉了 是不是畢業 所以你看到很多和一學生 在和一學校史館 是事業證書的 不是畢業證書 黃佩佳的證書是事業的 你讀完了 誰呀 讀完那些就真的有讀完 但是 因為你讀到去 因為很多港大早期的學生 讀完完成了那個課程才有到港大 例如李松那些就讀完 他真的讀完 但是很多 就真的未讀完 他不是不想讀完 第一是錢的問題 第二他真的 可能有個很好的offer 他不需要再讀了 因為黃一學生很搶手 不需要讀完就 有人請 很多時候讀到 你天文台沒有人 你來上班 你明天來上班 我明天請你 這樣 以前很搶手 有的 謝謝 黃先生說到中央書院沒有基督教背景 但是因為我們小時候 考試成績好拿獎學金 黃人最有名的獎學金是Robert Morrison 是 其實當黃人開校時 跟英華開校 差不多同步 而且 Robert Morrison很有影響 所以實際上 那個教育的影響 是潛藏在表面上 對 對 當然是提議開這間大書院 其實這個點也對 最初黃人的大書院創立時 Steward是讀神學的 李亞國也是傳教師 最初有一個爭論 究竟是否要教宗教 其實英國所有學校 來不開都要讀神科 神學科 譬如你最老的兩間學校 都是有神學的 但是 最初主事的李亞國 很強調 就不想一開始就用宗教來掛稅 其實學校一直鼓勵老師 一直教翻譯課的時間 用聖經來做翻譯課 也不會反對同學追求基督教信仰 但是最初Morrison的掌學金曾經磨合了很久 最初很早已經提供給章商書院 但是 有些 在事學官那類的官員 不支持 很宗教化的教育 有說過有討論過 後來不知道怎樣 我就不太清楚 最後就是談妙了 Morrison就滾傳到很大的錢 大概到了1986年 1986年可以資助很多學生去讀書 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黃印裏面有Morrison Scholar 你現在去黃印裏面也會看到那個碑 寫著Morrison Scholar是誰 譬如那一年有一個是 彭家的 有一個好像是 有一個去讀了檳郎的傳譯員 是同意的 他潛藏了想有些宗教的東西 但是 最後都不變成主流 可能在翻譯課裏面 當成其中一個 教學的內容 對的 網上高 有一位的觀眾 很感激你 在這個有趣的題目的分享和努力 這位女士姓張 他說從他的家譜之中 他認識多了兩個名字 曾經在QC教書 1910到1920年代 可能將來可以聯絡一下 了解多一點 還有一位觀眾 問當時的學生普遍讀多久 就會離考 會不會因為這樣 有很多賊 有很多賊 這個問題很有趣 會拍照張小姐 在黃隱 早期有一兩個老師 來自澳洲的華僑 其中一個姓張 名字我忘記了兩個字 有張照片沒有邊 穿西裝 真的是姓張 但是後期有個張學舟也是姓張 但我不知道張小姐是哪方面 因為張家很多 兒子也好像是黃人 另一個侄兒 張學舟 是教數學 另外一位老朋友說 普遍讀多少年 有時有些就讀多少月 讀完之後學夠英文 因為逐個月給學費 學費很貴的 憲報有列出來的 不知道一年要三十多元 你想想 晚清三十多元很厲害 如果你去買郵票 你如果要儲郵票 維多利亞郵票 96便士郵票已經很貴 6便士一年三十多元 就很重 越上去 好像越貴 我忘記了 平均大概讀幾個月 讀一年很厲害 讀幾年那些很完整 讀幾年那些 多不多插班生 非常多 黃人的學生數字很浮動 年頭可能很多 跟上班的季節有關係 很多的時間 到海關請人的時候 學生的人數真的下降了 或者在那些什麼瘟疫 或者是那一年有什麼活動 節慶的人通常 一結婚就聘請一兩個月假 苟去不歸 所以 是很多插班生 多到怎樣插班生 多到學校 很多年 黎碧晨都不想用那些 一張張坐的椅子 因為如果你去黃人參觀 有些長的椅子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以前 最初最初是有關係 因為以前 黎碧晨一直都是主張用長椅子 就不用短椅 因為短椅子 比如說 這裡一二三四五就坐10個位 但長椅子可以多一個一個 到時候一個禮堂的時候 不是考試用來用 因為黎碧晨計算很厲害 他外匯很厲害 他真的計算很厲害 文科也是神學的 牛樽的文科 就像港大文科 以前數學是遞所有文科 所以黎碧晨數學 數口徵是很對的 他一直不主張把椅子變成一張張 變成一排過 主張用禮堂做考試 做教書 考試的時候就做禮堂 平時的時候 鑒板就教書 所以他 證明了很多插班生 多一些椅子不能寫得去換 就像我們之前的小學的長排椅子 證明了很多 我是黃銀舊生 六七年任黃銀 我不知道阿齋sir 他們私底有沒有經歷 七零 我們在 州會的時候 我們低班中一中二 是在禮堂集會 因為不夠地方 我們真的還有長板椅子 我們當時感受到黃銀港階級的 你低班就坐長板椅子 到你中三 中二、中三 就坐一些 鐵椅子 垃青的 你到法五 就可能坐一些 比較愛聽的椅子 你到法六 就很厲害了 坐到超等位 在高等位 上一個露台 上一個露台 在這個舞台 老師都很廣階級 是 校長前排 的懲教署 弄得很漂亮 英式的椅子 你的校長 主任 就坐好椅子 如果你是文藩教師 就坐後面 所以我給我的印象 是 殖民地學校英國式 很廣階級 長板椅子 另外拆班生 有一個笑話 因為今年 有很多人報導 很多人 因為國都沒有移民 有同學問過 我聽說黃仁 很多中一學生 是走了 我告訴那個數字 因為我跟黃仁 還有很密切關係 他說 報名是拆班的幾倍 你一班可能一屆走四十人 已經報名想拆班的 幾百人 黃仁是很搶手的 跟以前一樣 所以你說很多人走 其實很多人很歡喜 你走到我才能進去 你不走我哪能插到班 我排成績不行 既然也是 以前都是 清明之後 那些位置 退了很多位置 那些人又報 我們 久不久就有些插班生 譬如說 哪個國家的領事 的兒子來插班 甚至 我們的前規則 很多年前 你中一插班是難的 因為要派位 但是你中二插班 你校長的額頭 你是老師的親屬 走入來 又或者你報成績 考得好就給你插班 通常很多人想敲門 落學位 黃仁派的招搖 不行的 中一 你不能敲門 你去中二以後 第一天有成績 你說我第家學校 學校第一 那你中二去敲門 拿成績 考過中英數 OK就修理了 插班很多人 認識一個規程 如果是哪些子弟 想去插班人 黃仁 千萬不要中一 中二、中三 因為中一很外眼 讓你敲門不行 這是我的舊生經驗 基本上是 開了學沒多久 突然就有一個人插了 突然有一天 有一個人走進來 高頭大馬 還以為是老師 老師陪著老師進來 然後說 這是新同學 然後 認識某個政府高官 所以就插班進來 就是這樣玩 我看到有個問題 當年的 有沒有什麼面試要求 過程 是有的 尼壁城寫得很清楚 學生中文要好 中文不好 不可以報黃仁 因為它令到你中文好 壓縮了教中文的時間 可以令到你時間多 學英文 其實 每個QC都打算學英文 當時 明顯小學中學分野是沒有的 因為當時 沒有那麼清晰的 小學中學概念 其實 所以 小時候 小朋友讀的 小朋友 讀黃仁的 如果小時候讀到黃仁的 天資特別好 那些真是很深的 現在有機會 可以看 你也可以看 你打香港 Gartelman report 你現在是香港答的網頁 你打Gartelman central school Kreens 你看到當時的事題 你讓我到現在 都不會回答 那些古文 現在你說考DSE的古文 哇 這些黃仁的古文 深的DSE的100倍 那些英文 那些有時候拉丁文 都看不明白 那些事題 數學那些 所以 所以真的很難 會不會有教育當局管理 當時最初 中央宣創留系 史超域和黎碧晨時代 自己的權力很大 不用聽教育 不要教育的官員 凌駕到他們 就算你去到後來 他自己 黃仁孫那些 譬如 我叫做 後期的校長 不是不是 之前 戰前那個叫做 入過集中營的那個 入過赤柱的那個 他叫做headmaster 他不是叫做編實套 他自己 那個身份很強 我其實都超然物外 我不需要 聽這些管理 因為我自己 就是 最有力量 那個叫做什麼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是霍先生的士多禄校長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所以一直都叫做 Dirom Dirom 他都叫自己的編輯 the headmaster 所以就是這樣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現場觀眾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你問這條問題吧 你提到19世紀時有很多歐亞運血字 是 不知道有否留心或將來想做一個研究項目 特別是研究 華人和猶太人運血的問題 這製作為一個研究竟 這製作為特別的族群是很難找的 這製作為特別的族群是很難找的 個別族群是比較難找的 可能 你說 闊一點的 歐亞裔是可以的 但某些族群 又不是特別多 猶太人到俄人 比較多是 巴士人 巴士人 摩地 現在我們說摩地 摩地道的摩地 就是巴士人特別富有的那班人 所以你看到那班人 運動特別厲害的 你看到黃狼部早期 1899年開始 很多巴士的名字 很多 那些全部 再做一點 總之有個家族叫阿嵐站 阿嵐站 很出名的 因為那些名字 有幾多小 幾多小 全部都是那班人 但肯定不同人 那些名字 你看到什麼 阿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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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特別多 你看到黃狼部 經常見到阿其利 阿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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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那班人 那些應該是 那些 巴士 總之研究個別族群很難 一堆就能研究到 因為很少只是一個記載 還有猶太人不多 我看到的材料 反而日本人就多了 反而 日本人 TASKE 我叫做 TSKE TASKE 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還考得很厲害 考成績 很前的 所以 所以黃仁 差不多總結 就是黃仁是一個 永遠說不完的故事 就是一個 很多迷人的故事 的一個學校 他比其他學校特別多 這些掌故 因為 你看到其實黃仁是一個 cosmopolitan 是一個大都市的縮影 什麼人都有 例如Hazel Land 英國 剛才我說的 小田 千萬壽之座 日本 例如 河東 是歐亞的 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說下去 我這個其實都是初步的研究 真的要打擊黃仁的 大家拆拆群力 有些家譜 就拿出來研究才研究到 很多東西 這樣就 測到了 今天的講座也差不多了 請大家再次熱烈的掌聲 多謝黃仁威博士 多謝大家 我們古物古籍辦事處 下一次的講座 將會在6月25日舉行 講題就是 英童在九龍 從九龍英童學校 到中央英童學校 由馬冠堯先生住港 歡迎大家參加 多謝各位